大家好,很久都沒有在這裡和大家見面了 所以近期有很多朋友都給我電話 他說二世總,你搞什麼? 這麼久都不拍片上來 和我們一起分享下你的煮食的心得 大家都知道近期香港發生了什麼事情 心情上就真的不是那麼好的 不過,生活始終是生活 日子也都仍然是要過的 所以現在我都收拾心情 準備拍片和大家分享 可能你們會說誰大誰惡誰正確 但我自己就會覺得是誰是誰非就是誰正確 這個是自有功能的 我們不需要現在爭拗 日後我相信歷史一定會還大家一個公道 好了,不要說那麼多了 不如說說今天我準備和大家介紹什麼菜式 我相信肉餅大家都吃得多了 但是煎肉餅吃過沒有? 可能你們會說煎肉餅 我都吃過了 你都曾經介紹過 鹹魚煎肉餅 但這次我準備和大家介紹這個煎肉餅 是比較特別的 做出來的效果是可以蒸又可以煎 做出來之後就可以量食 至於怎樣做法呢 其實一點都不難的 很簡單的 好了,不要說那麼多了 不如去片段 好了,材料就是有剁好的豬肉 我買了40元的半肥瘦豬肉 煤頭 另外買了一點點蝦滑 蝦滑是35元 另外用一些蔥和水拿了一些蔥水出來 這些通常用來做什麼呢? 獅子球的時候加起來就特別香的 另外還有兩隻雞蛋黃 只是蛋黃 這裡就是四隻鹹蛋黃 另外還有兩隻雞蛋的蛋白 一會兒將蛋白和蔥水混進去麵字豬肉裡面 然後也將麵字豬肉和蝦滑混在一起 至於怎樣做呢? 一會兒我會逐步和大家解釋 首先把麵字豬肉放在鍋裡 加一點生抽 加一點胡椒粉 再加一點花雕酒 最主要就是用來披一披豬肉的酥味 然後再把我們剛才說的兩隻雞蛋的蛋白 加一點就行了 好,加這麼多就行了 好,接著我們就要攪勻它 我們現在就要這樣把它拌勻 我們就要不斷地 然後呢就順時針地去拌一些豬肉 那我都跟大家說過 一隻手拿機一隻手做東西 就真的比較難搞些的 所以如果發現呢 影像有些少許蒙或者震 大家不要見慣 好了,接著我們就把那些 我們剛才用蔥拿了的蔥水 就倒進去 那我們就不要一次過倒進去 是逐一點,倒了一半左右 那就再攪拌它 等那些豬肉吸收了蔥水之後 才把其餘的再倒進去 那現在呢就將呢 正餘的一些蔥水呢 倒進去,再不斷地攪拌 那為什麼不要一次過倒進去呢 我們其實呢 想那個肉餅呢 那個味道啊 還有是juicy些 最重要呢就是呢 要加水 那但是我們現在用這些蔥水 那如果一次過加完 它就不可以吸透了 那所以我們呢就是分兩次 或者甚至分三次 當它吸透了 才再落第二次 或者再落第三次 那也是不斷地攪拌它 那跟著呢 我們就再把那些蝦膠倒進去 那就把那些蝦滑 就和那些免治豬肉呢 就一起拌勻它 將這個蝦膠和免治豬肉拌勻了之後呢 我們就再落呢 是大概呢 是一湯匙的生粉 就拌勻它 那與此同時呢 我們就將那些四隻鹹膠蛋黃呢 就把它切開小小小 跟著呢 我們就將呢 正話呢 已經混合了的蝦滑啊 和這個免治豬肉呢 就放下來呢 這個石盤裡 那麼我們呢 就先呢 把它鋪一層先 我們呢 就把那些蛋黃呢 就鋪了下去 那跟著呢 就將呢 正話剩下的那些 呃 免治豬肉和蝦滑呢 再鋪在上面 鋪完那些鹹蛋黃上面 我們就再將呢 然後就可以開火蒸了 那大概呢 先蒸它呢 是七八分鐘左右 大家可能會很奇怪 咦 那你還有那些 雞蛋黃怎麼用啊 那不要那麼心急 我們先將呢 這些的蝦滑 和免治豬肉呢 蒸了七至八分鐘之後 那我就會告訴大家 怎麼用的了 差點呢 不記得跟大家說 那些雞蛋黃是怎麼用的 剛才我就已經掃了一層的了 那呢 就將那些雞蛋黃呢 就掃到那些豬肉餅裡 那呢 掃完一層 蒸了之後 就再掃第二層 務求令到它呢 有一種呢 是金黃色的效果 那我們現在呢 就可以蒸第二層了 那重複地 將那些蛋漿 上去 跟著再蒸 再茶 再蒸 這裏呢 就連續做了四次了 那你會見到呢 就有一層呢 是 淺黃色的蛋瓶在那裡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不要理它了 那我們要把它呢 先把它呢 先放涼了它 放涼了之後呢 就把它呢 就把它呢 倒出來反轉它 跟著呢 就切開一片片 跟著呢 就把它呢 切開一塊塊 然後呢 就再呢 燒融個鑊 就去煎它了 那兩邊呢 煎到金黃色 那就可以順便了 這次呢 我就把它一半呢 就拿來煎 一半呢 就是沒有煎到的 那就是它那個 蒸出來的原味 那其實製作呢 功夫就好像是 繁複一點 不過想吃好東西呢 那當然就是 要花一點點功夫的了 好啦 今天呢 我爹地Chef介紹的這一道小菜呢 那就已經完成了 那大家不妨在家裡都嘗嘗